佛的愿望 这是一切祝福 都市 于令众生开佛之计 使得清净苦 回归到清净心 回归到清净身 回归到清净业 那古堡就清净了 祝佛菩萨大慈大悲 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回去 我们能够向他学习 他知道 我们起心动念 隐语造作 这个信息 刹那刹那 再往外面透露 这一透露 速度非常快 并阀界虚空界 一切祝福如来全受到了 跟他 同心 同愿 同德 同行 他能不加持你吗 肯定是个道理 得三宝加持 得三宝加持 这个佛寺 自行化它 就格外的顺利 就格外的顺利了 那么我们遇到挫折怎么办呢 挫折也是加持啊 加持是什么 消除业障 行政 行政 为众生 不是为自己 还有许许多罪困难 有意想不到的这些措置 全是消业障 业障 消除之后 也发风声了 这些事情 六十年前 张文家大使 叫给我 他跟我讲的 一个题目是 佛师们中 有求必 告诉我这些道理 告诉我 许许多多 不同境界 无非 价值 顺境灵灵 如果你心深贪念 障碍就来了 你业障 你业障现前了 逆境 卧云 成会 新生起来 必须 在顺境 逆境 善缘 无缘 得 清净 苦啊 那就对了 你在这个里面 得清净性 得平等性 经济 自然就提升了吗 经济 我得了 着肯定 你 我得了 感谢观看